这是今天的悠扬笛声 而这则是八千多年前的玄妙古音 这感觉陌生又熟悉 八千多年前的一天 仙民拾起仙鹤的植骨 尽管手中的工具极为简陋 但在奇妙灵感的撞击下 他们竟在这坚硬的曲面上 刻出一排神奇音孔 湖边 风动 斥展 乐器 那一刻 人与天地合名 八千多年后的一天 当沉睡已久的它重见天日 姿态依旧完美如初 在世界眼中 它是如此不可思议 因为它 我们再次见证 史前人类的伟大智慧 因为它 八千多年前的远古艺术 得以被真实触摸 这是迄今中国发现年代最久远 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 它的出土将中国古代音乐文明的源头 上述到了八千多年前 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 而在它的眼中 世界变了 又似乎没变 从馆中穿过的 始终是这方土地上中华儿女的呼语息 在繁多的美妙低音之下 它们和它 竟然如此相似 宛若同胞 今天 八千多年前的古迪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复活了 三地打印技术 让我们得以再次聆听 八千多年前 这历史的回响 这从遥远历史中 穿越而来的笛声 正消向远方 传向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